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中国著名的国画家刘全益先生 中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故事 刘全益先生1965年出生于河北省清苑县 1989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并留校执教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2008年12月特招入伍 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副主任 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政府的津贴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外聘教授 天津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在2017年检查出 以腺癌晚期 于2020年11月14日去世 享年55岁 经过家人的慈悲护持 在中英身期间 超度网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同样是画家的太太马静师兄呢 还把这个梦境画成了一幅画展现给大家 叫梦境系列 这个故事呢 非常的殊胜 下面呢 我们就有请太太马静师兄 给我们亲自分享这个殊胜的故事 首先呢 在这里非常感谢静雅老师 开设的这个静雅平台 让我们有机会呢 分享我先生这个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故事 感恩大家 阿弥陀佛 那是2017年的事情了 2017年呢 本来是 一切都是很顺利的 女儿那年是 以这个年级第一名的成绩呢 保研上了中央美术学院 后来呢 因为这个 为了奖励她呢 我就带女儿去了美国 去旅游 本打算去两个月的 行程已经就是安排的紧锣密鼓的 在我们玩到半个多月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头一天还接到李确逸这个说 要例行体检了 那个说 都一切正常啊 放心吧 可是转一天的 我就收到了一个在305的朋友 我们俩的朋友 他就跟我说 他说 由于再三啊 还是给你打了这个电话 他说 知道你在国外 但是呢 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 你就说他这个血液吧 影响非常高 当时我也不大懂 我就说 那高代表什么呢 他说 就怀疑 进一步再查 就有可能怀疑是B线癌 当时我就懵了 因为家里也没有灌这种病的 就是 而且一点常识都没有 有如五雷灌顶吧 后来我们就决定马上就是订机票赶紧返回来 就这种无偿 在你没有准备的时候 就突然到达 那种就懵掉了 这个女儿倒挺淡定 在旁边安慰我 说还得进一步检查呢 万一怎么怎么样 说即使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也按照医生的总会有解决方式吧 我们就配合医生 反正 那个时候我就发誓吃全素 放生 这个放生呢 是从那个时候坚持到现在 就是只要有机会就放生 这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种习惯 完了就是起工啊 那时候我也陪着练 就是到全国各地那么走 参加什么训练营之类的 他反倒就是很淡定 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除了练起工啊 完了就是花花 在他生病期间画了大量的这个火像 高僧系列 而且齿幅非常大 后来就是因为要讲起这个跟博的结缘 因为我的大学的同学一共六个人 其中有四个人长期呢就住在寺院里 可以说他们是最特别有福报的 但是呢就是也是我们一交流就给我谈到这个火法的修的不同的门位啊 或者是各个派别不一样啊 但是那会儿确实听不进去 嗯也念 比如他有两次发烧 都是半夜啊 因为当时住在这个昌平山里的村里 都是半夜 这个也没办法到医院去啊 就折腾嘛 全是靠我们同学就说 那你就给他 马上下载 播放药师博心咒 他就当时唱 从三十八到七特别神奇 有一次是最神奇 隔二十分钟量一次 就会降很多 直至最后降到正常体温 就那次 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我那个同学是长期住在武台山啊 专门在那儿画那壁画画佛画什么的 也非常感激他 他来过几次 都是来带着各种法宝啊 给我们也是嗯 讲佛法 但是呢 就是发大愿吃素之后啊 我就发誓 就是发愿读地藏经 一直坚持到前一阵子吧 具体没说多少步 其实有的时候多了三步啊 一贴 你说两步 最少一步那样去读 就是地藏经 其实是消业障 后来才明白 你开始不太清楚 但是就是读啊 通过读这个呢 就是感觉 嗯 慈悲心慢慢地生起来了 以前是求病好 不吃婚啊 包括素无婚也不吃 那后来逐渐呢 就是看到这个地狱的这些景象啊 就是真的生起敬畏心 嗯 让吃也不敢吃了 最后这个期间呢 也念经 也放生 也做各种啊 啊 功德 所谓功德啊 啊 都是有意识的 不发给他 我当然不知道 他自己看不看啊 就是没有 给他交流过这个 我也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那直至2020年吧 嗯 又换了一个靶像药 就通过那次吧 就把肠胃好像就给破坏了 嗯 以前就是经常去到天津 进行这个细胞回书啊 这个是没有伤害的 完了之后 就他走的头一天 还去到天津 去细胞回书啊 有说有笑的 还跟晚上的时候 还跟那个 他的两个研究生 一起吃的饭 都很欢快的 看不出任何的这个迹象 后来这个学生 他们两个回忆 就说那天晚上 老师的眼睛特别明亮 可能还写过一篇文章 叫明亮的眼睛 但是都没有觉得有什么 因为转天就要回老家 过十月一嘛 一切都正常 那我们转天就回家 快到保病的路上吧 就 哎 那次我这还要提一下 就是 在这之前呢 两三天 要去天津回书细胞的时候呢 就我们住的山里边 经常去看我们的一位老菩萨 就他说他有从台湾拿回来的 那个叫辉瑞法师那块的 陀罗尼贝和金光明沙 什么的 就一套东西 还有一个小册子 那个是说 关于临终光怀 或者临终注意事项吧 这一类的 突然打电话 就说让女儿来拿吧 因为在另外一个地方 女儿就去开车 这是他临走三天的时候 就拿到了这个被子 我说那就戴上吧 冥冥之中就戴上这个东西了 包括老法师的那个 毒经机波经机 那个是我们随身戴的 这个走到哪儿 都是戴的 我们每次放声的时候 他就唱那种大悲咒 因为只要是那个 我们那块是隔一天 有一个集 就是只要是有集 我们就去集市上去扫 只要发现了活的 适合放声的 就全给他放声了 刚好那个 那村里呢 有一个那个 还挺大的寺院 在山里面 然后有一个放声池 所以那个还 也不小 然后就是 都是往那里放声 每次我们就读心经啊 他就读大悲咒 全会读 特别快地唱 我也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学的 抄心经 几乎是每天抄一个 但是那个 后来都结缘出去了 谁来看他的时候 他就会送给人心经 到了宝定嘛 这也就落叶归根了 到了宝定呢 就觉得 就不太好 就至于不太好 你说怎么个不舒服 也不知道 就是觉得他 没什么力气啊 什么的 就赶紧把那 陀罗尼背 什么的盖上 后来就到了家里了 发现更不好了 就是感觉 没力气什么的 然后就是 我当时也是 跟淑琪师兄都在一个群里 好了 就赶紧给群主打电话 我就说这个情况 他就给我一个全国住面团的一个名单 当时女儿就打过去了 接电话的一个团长 他就说 他说 你那地址在哪 我们就说那个地点 他说那好吧 先去你那 因为他们本来是到一个寺院去帮人住念 但是那个说要再等四五个小时 那他说先去你那里吧 你那着急 就过来了 迅速的就在一楼 那个就搭了个简易的那种 宁堂吧 因为虽然大家这个 包括他的哥哥姐姐 接受不了这个 但是呢 他尊重这个 说我也跟他们说 我说那个别哭 因为这个这一点点的临终 这点经验 还是我是偶然听到胡晓琳老师 简短的链接 就说起不要哭啊 营造安静的那么一个地方 我们就拿布围起来了 相对小一点的空间 这个时候呢 就住念团就来了 来了二十几个菩萨 好多是老菩萨 他们告诉我 就是有24小时的住念 反倒是我们没有什么任何经验 那些老菩萨就给我们讲说 你们要出去喝水或者什么的 走路一定要轻 不能带起一点点风 这个王者他都会有感觉 因为他的神识还在 当时都是老菩萨们 给我们家里人讲的 他也劝家里人不要留太多的人 以免激动啊或者什么 那就劝哥哥姐姐们 就上楼休息 活女儿侄女侄子 还有那些一个换班的老菩萨 他们是一组三四个人 我记得一开始是快念 后来我才明白的那叫追顶念吧 后来就变成了四字的漫念 老法师那个四字的那个 一直也在那儿活放 挂着佛像了 那个香啊什么的 迅速的布置好了 所有的来人呢 都不让他们那个哭 不许烧纸啊 反正就完全按佛家的这种吧 我就临时恶补 还好就是 一直念了二十四个小时 但八个小时的时候 那团长就跟我说 他说神识出来了 我当时觉得 因为我不太懂啊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没有经验 怎么怎么 但是他说为了让这个家属放心 我们会念足二十四小时 我也当时特别感恩 也没有休息 就陪着一直念 也是念了二十四小时 女儿也是 还侄女 侄子都是 没有休息 他们为什么那么齐呢 就都回去过节去了 刚好人是最齐的 直到二十七个小时 就换衣服吧 就是真的是四肢柔软 面容和善 他平时是皱着眉头的 那个时候 眉头是舒展开的 你就觉得 哎呀 这么殊胜 那家里人都不幸福吗 你看 他哥哥提醒我好几次 就是 这个在老家 你要不提前穿好衣服 一定换不上了 说你这样的是不对的 好了 我就给他讲 我说 这个老婆色不也说了吗 那个团长也给他讲 说这个时候你要碰他 他是有如生归剥壳 就非常痛苦 他说 你就听我们的吧 我们有二十多年的住宁经验 有丰富的经验 他说肯定会四肢柔软 后来哥哥就将心将疑吧 反正见我们坚持 也就没说什么 后来一摸他 他说这人怎么像面条一样 这么柔软 胳膊什么的 我当时还摸 一点都不害怕 就那个柔特别软 手也是特别软 然后那个 换衣服 念完二十四小时的时候 那个团长 他还侧侧他的脚底 又侧侧他手 又侧侧头顶 然后他说 你来 感觉感觉 因为那会儿我也不明白 他就摸脚底 这么冰 手也是冰 唯独头顶 是温的 然后他说 你明白这怎么回事吗 我说不明白 他说 这个就是 没有去下三道 至少去好的地方了 他说 等着吧 我心想等什么呢 这事就过去了 后来我发现 走的时候 我们给他们红包不收 祝念这些老菩萨 还每个人 留下了五到十块钱 在那佛堂那块 然后我就问他 这是为什么呢 他说 因为我喝了你们的水 这个必须得放钱 姐姐哥哥们也觉得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就是他们准备了 都是准备了红包 不要 哎呀 然后我就觉得 这真是你 单代菩萨了 就是 这么无私地帮助我呢 我当时其实是蒙的 然后讨在这群里的 这些菩萨们 就给我指点 让我就是 一定要自己先把心定下来 别慌 送经那个念佛回向给他 低藏经我是随时带着的 然后那个念佛机 24小时这个人 也是一直拨着的 从来没有尖断过 那后来 他的学生呢 也是来了三四十个吧 就跟他们讲 因为那里 大部分也是不信佛 我这个念讲 不要哭 就是一定要 帮助老师念佛 一向给他 我就问 老师能知道吗 我说 能知道 就念阿弥陀佛 虽然不太懂 不哭 文班在那 值班吧 后来那个群里呢 当时就是 很有这个 互持经验了 互持了几位菩萨 往生 后来就是讲回到家里吧 说认识佛教 从头拨 因为他是小白嘛 没有基础 没有学佛的基础 要从头来 拨放了法师 那个认识佛教 白色不经期 这个时候呢 就到了头期 每到这个 一个期的时候 我们都要回到这个老家 因为毕竟是 就随顺老家的传统 就是到那儿去 去殡仪馆 去姐姐哥哥们 要去烧纸啊什么的 然后我呢 就去 也随着他们去 之后呢 就带着这个侄子 侄女呢 那个去放生 就形成了一种习惯 这个冯期 回宝定呢 那护士工作呢 就全交给了 孙曼菩萨 属于大神之士 也交给 淑琴师兄 让他们俩 帮我护士 给他开示啊 进行什么的 后来 头期的时候 我什么梦都没做到 分别 我和女儿分别 是给他在 就是老法师的 这个老家 给他做了 专场的三世信念 群里的 那个文弘纳师兄呢 还提醒我说 要在五大京都 京都到场啊 那个立排位 我们就第一时间啊 就立了排位 孩子 在头七 女儿女婿都做梦 都托梦 给他们了 梦见什么呢 女儿的那个梦境 就是 一片白色的沙滩 他们坐着一个 特别新的车 他和他父亲 他们就坐在那儿 望远处看 远处好像是有 有水 有什么样 特别美丽 就是 还有一个供桌 供桌上面呢 有各种供品啊 什么的 有香 油香 后面是一排佛像 还有云彩 还是流动的 看不清 是乃尊佛 但是呢 就一排 非常殊胜 那个他当时说 爸爸跟他说 说这风景 太美了 说在这儿 多待一会儿吧 女儿就是在 梦里 他好像梦到 就是说 他想 用自己的这个 寿命吗 他觉得他年轻 让他怕严寿吧 这种感觉的 女婿梦到的是 他们在 在这个 寺院里吃饭 好像是 我就赶紧 问我们的群主 琪琪师兄 完了 他说 那个 赶紧跟你女儿说 他说 这个是他 这个情职没有放下 他说 这样特别 影响他 父女怜心 他说 他又放不下 你父亲 是放不下他 后来我就想起 那个 就住念的时候 你看住念的那个团长 他特别有经验 他说 就是 五六个小时的时候 告诉女儿说 你跪下来 跟父亲说 女儿当时一愣说 为什么 他说 那个 他好像对你放不下 我当时吧 不知道 完了 女儿当时就 有点那个 眼就红了 完了 那个 我再看他一下 他知道是哭 然后他就说 跟他父亲讲 就说 我已经长大了 成人了 并且呢 都领了结婚证 已经成人 你放心吧 说那个不用惦记我 拔个多小时的时候 团长就跟我讲嘛 他说 他爸放下他 但是这些我都不知道 是他怎么知道的 但是他们就说 他们有经验啊 后来 我就觉得没托梦给我 我就着急啊 虽然念佛 但心其实是很着急的 这时候呢 就通过文师兄 联系到这个 甘肃金山寺 我说要做 本场的三十七年 我说 而且连续做吧 当时就一个信念 就说一定要去 把他给送 送到好的地方去 那个时候 也饿补了好多 就是 关于老法师开市啊 还有 郭晓琳老师 反正就是包括这个 郭晓琳老师讲的一些啊 以前都没有看过 因为以前是回避 这个往生 这两个字的 关于这个都不看啊 所以我也觉得 在这里 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 一定要 其实要做好准备 那是对的 看到老法师 有一个开市 就说 供养汉学院 供养汉学院 那个功德呀 很大 当时我想 那就把那个钱 花在兜日上 我说一定要多供养 后来这是 二期就不做 专场的三十新年 然后我们又大量放生 只要有师兄提供 给我们各种信息 就一定要去做 那个时候就是 恒定一条心吧 反正这时候就是 护士他爸爸期间呢 就是全家吃素 尤其这个 女婿以前是 无肉不欢的 尤其对海鲜啊 但是那时候 他也发誓 一定要是 吃素 吃全素 这一点我也觉得 很欣慰啊 二期 我终于有个梦境 就是 很短 我就感觉 是我们放生的那个 就是那个寺院 很熟悉 那个寺院还很大嘛 你见得很好的 我从那个寺院走过去 我看见他穿了一个 红格子的衣服啊 端着一大碗的饭 素食的饭 正在吃 有说有笑的 就一个镜头 我刚要打招呼什么的 就没有了 后来醒了之后呢 然后我就赶紧问 七里师兄 我说 有这么一个梦境 后来女婿又做了一个梦 就是梦里有那个塔 完了里面还有舍利 请教师兄 然后他就讲 他说那个 做的呢 都是给他积攒资粮 另外 你得赶紧让他 就是深入的学习啊 或者在群里那时候呢 天天 所有的五百个师兄呢 都是把念佛功德呢 都回向给他 真的是很感动啊 那就鼓舞了我们 就觉得这个路走得对啊 继续做吧 三期继续在 那个金山寺呢 再做专场的 三十系年法会 继续做 这个期间呢 就是不得不提的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 同学不是有四位 都在寺院里吗 他们虽然不是修净土的啊 也是用他们的方式 来给他做护士 也非常感激老同学 还有一位就是 通过我的那个 老同学张伟师兄啊 是我同班同学 介绍我认识的 一个静秀师兄 他是个癌症患者 后来他已经康复十多年了 也是念佛呀 康复的 他是逢期 都在他所熟悉的 这个寺院里 供灯 他一直坚持给他供灯 不断地给他 用自己的方式开导 开始做开始 也是在这里 非常感谢 英修师兄 二期过去 这不三期就到了 三期那天的中午 我在睡午觉 这个时候一个特别的梦境啊 突然就是在这个梦里 首先看见一个硕大 就是那个大到我 后来一直画不出这张画来 因为是仰视 巨大的一个莲花 像琉璃那种透明的莲花座 上面站了一尊佛 但是哪尊佛我看不见 因为太高大了 太就是仰视的那种 只看见那种银色的各种光啊 还有飘 就他那个衣服 那个东西都是闪着各种银色的那种亮光 映入眼帘的就是他硕大的莲花座 后来我醒了之后 我总认为是不是阳光刺着我眼了 后来看沙莲也弄着 不是吧 就是我们每天 除了念佛送经之外 每天三期之前 三期之前都是六次开始 我和女儿就是那些轮流跟他说 就让他放下 当时淑琴师兄给我整理了一个 按照他写的那个 稍微再做一下 就是我认为 就让陆琴师就有针对的方向 做一点点调整 有了这个梦境之后呢 我让我就特别受鼓舞 然后就一有时间就念着佛 我就要把这个梦境要画出来 就萌发了这种念头 我说既然是佛力价值 我说那全家再加油互吃它吧 就那个信念就信心增加呀 就是全家那会儿就是 真的是继续加大放生的那个密度 然后再继续做功德 后来这个时候呢 就终于找到了我的同学 他在香港开公司 这个时候就可以比较多的去 那个方便那个转账啊什么的 供养英国汉学院啊 以前都是小小数量 然后就是就觉得心也踏实了 到了四期 还是给他甘肃的这个金山寺啊 继续做专长的三十信念 同时呢就是供养英国汉学院 就是这个比较顺畅啊 然后那个加大放生的这个密度 然后就是开始变得少了 就三到四次了 那个时候 树心师兄也提醒我 就是要给他播放这个 《极乐世界》的这个电影 每天就掐好这个时间 放电影的一到两次 然后其他时间反正都算好 那个时候树心师兄给我好的指点 四期的时候呢 就是给我又托了一个梦了 这个梦呢就是很殊胜 我现在想起来就是 这个还起汗毛那种感觉 就是我大学同学 我说了这个张伟他在舞台山 还有京秀师兄 他也在舞台山就做义工 他们都在大宝寺啊 一个是京秀师兄在那做义工 给普贤菩萨擦脚 完了呢 就我这个大学同学呢 在那是给画了两个月的壁画 在大宝寺 然后之后 这都听说过嘛 我做梦呢 就是梦见五个直冲天的那种金色 大大 特别的高大 蓝天啊 在蓝天的那种映尘下 没有看见他 听见他呢 就在那喊 说那个 哎 请问 普贤店在哪 老家问一下 普贤店在哪 说了两三句 但是我看 并没有看见他的影子 但是我知道是他的声音啊 他就在找普贤店 等我梦醒了之后 我就又在 那个 问 问师兄 我说哎 梦见了一个这个 后来奇迹学生就给我说 说梦念塔呢 是你们做的这个功德呢 就是显现了 就是说 那个福报培集起来了 他当时给我说 他说你们 所做的东西 方向是特别对的 他说你们一定要有信心 他说这是 所力加持你们 让你们坚定地走下去 我就特别着急 我说那为什么 他在那 总问来问去 不往生了 怎么不去西方呢 我就特别着急 他说你一定要淡定 他你别忘了 他是 他没有基础 他要 他要学习啊 是什么的 我就想他找普贤店 刚好那里就有 那个普贤师大冤王什么的 哦 赶紧播放这个吧 就全对上了 我就觉得 冥冥之中 确实有佛力 加持 后来这个 武尊大塔这个事呢 完了我就赶紧问 这个我同班同学 我说你在那画两个月的画 那个 我就给他描述我的梦境 他说 我光在大地里画 他说我照那照片里 都是三尊塔嘛 那他说没有看见武尊 哦 他想 我说武台山我都没去过 我说那肯定是我错了 我说但是我看到的是武尊 上午跟他们说 后来到中午的时候 好师兄就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我问那个 就是 住持了 他说人家给我发来 航拍图啊 是什么的 他说确实是武尊 哎呀 我这么一听啊 眼泪就下来了 当时啊 就真的特别感动 因为我那个画面 是太真实了 武尊塔 时间还很长 你就看这看那 然后就那个武尊塔 就真的是 耸入这个蓝天的那种啊 我就说我要把这个画下来 这个倒是挺顺利的 把它画出来了 后来好师兄他们也觉得 特别的那个 包括我同学 他说哎呀 以前确实没注意 光看照片了 就特别增加信心 女儿和 也许我们反正就是 真的是那个时候就 哎呀 信心十足 只不过我心里有点着急 我说还在学习 快点 那个往生啊 赶紧 报信啊 要如果没有这 一个一个的这种阶段 我都不能达到 现在的这种深信啊 我觉得都是佛力加持 紧接着呢 这个转天还是第三天啊 他的一个学生 打电话了 说哎呀 梦见老师了 说怎么提着一个像干嘛呀 他说而且那像还得了白天风啊 哎呦 我说你别乱说话 然后就给他那什么 因为我也不大明白 然后就也是问七里师兄 七里师兄说 太好了 说这个就是普贤菩萨的坐机 他说他在学习 他不是找普贤店吗 他说都能对上 赶紧就是照着这方向 没错 就是鼓励我们 后来当然这个学生 也把这个梦境画出来了 我们这个时候就真的是 就想着怎么再帮助他一下 我那个时候确实就是 静下心来了 那个时候念的是 真的是用尽我的所有的这个心力吧 就是确实什么杂事也不行 就是一心念 紧接着呢 就是五七的时候 2020年11月14号那天 早上四点多 不到五点 这个时候的梦境来了 那个亮呢 不刺眼 但是很亮 不刺眼 是很庄重的那种亮 我形容不出来 后来就是画出来 但是也没有完全还原我那个梦境 就是那个景象 没有完全还原出来 非常高大的三尊佛 中间佛更高大 然后呢 刘泉宇呢 踩着一个帘台上 他那个帘台很小 踩着帘台上 拿着一个菩提树的树枝 上面有几片菩提叶 我看特别清楚 然后那个笑盈盈的 一下变得跟三十多岁的时候 很年轻 完了呢 大声喊 就说我走了 我走了 三生我走了 然后我就想问你去哪儿 我就 就在梦里就那个 向他招手还想问 他就是那个就变成余音了 糟了 就那声音 弥漫的那种 就是像 无数个扩音器那样 慢慢慢慢 飘出去那种感觉 完了我就 醒了之后 觉得 就哭得不行了 我这个时候也 一看不到五点 我就给七里师兄留言 没有打电话 我就说 我就把这个叙述一下 没想到他 一会儿这个又打过来了 他也特别激动 他就说 哎呀 太好了 他说你们这个 护士工作真的是随喜 但他就 他网上西方了 哎呀 我就那手也抖 泪也流 就是 哎呀 就一口气松下来了 那个感觉啊 我就赶紧 就 跟女儿女婿他们说 他们就 反正我们全家就 高兴成一团了 就那种 现在想想 这个心里还 特别激动 感恩 阿弥陀佛 后来呢 我就是 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吧 就把这个画呢 用工笔画的形式 给呈现出来 包括那个 五尊塔 有画 画出来了 只有三期的那个梦境 我现在 因为完全是仰视了 没有画出理想了吧 但是我 以后会陆续的画吧 现在呢 就等于包括学生的梦境 一共完成了 三幅的这种作品 呈现给大家 就是 一定要相信 佛力加持 一定要用我们 真的是百分之百的力量 去护持他们 所以呢 我们的真心 真的是能 打动他们 因为我一再跟他开始说 只有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才有能力 再见到我们 并且才有能力 帮助女儿 一定要抓住这个重点 给他重点的说 每次都强调这个 我感觉他听懂了 听明白了 之后呢 就是 也没有断 直到七七的时候 在我们的那个群里 原来那个群里 进行了一次大方声 就是把所有功德 回向给联友们 因为他们大部分是病人 就是他们每天都在做回向 非常的感恩 感恩 好的 我们先感恩 马静师兄 先给我们分享到这 非常的感动 尤其是到最后 看见西方三圣 来接着刘全益菩萨 往生说 我走了的时候 大喊三声 那种感觉 我都能想象得到 回身 真的是 对 起吉利哥的 是是 这个就是活力加持 我想 那个肃清师兄 因为也有参加在其中 对 肃清师兄 有没有想补充的 或者是 特别给大家交代 像刘全益菩萨 往生的时候 给我们做一下补充 或者解释一下 好不好 我们有请肃清师兄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刚才听了这个 马静师兄分享的 刘全益菩萨的 这个往生经过 很殊胜 很殊胜 也令我非常的感动 当时也是 也是辅助 习助 有些习助工作 现在听来 还是觉得非常殊胜 我的感触吧 就是他们一家 都是心特别的沉 他的护持 不光马静师兄 一个人 还有刚才也说了 他的女儿女婿 他们都是90后 很年轻的孩子 也都积极的参与其中 他的女儿 也是每天几次的 这个开市的 他们心特别沉 就是刚才 马静师兄也说了 就说他们 在逢妻的时候 要从北京 回到这个 宝丁 回到这个 河白老家去 因为家里 有个大家储 因为那个老人家 牛泉义菩萨的 老母亲还在 所以他要 回到那边去 那么就这个 在路上来回的时间 他就不能 按照那个时间 来给牛泉义菩萨 这个开市了 他每到这个时候 就会把这个 护持的任务 就是委托给 孙曼菩萨 或者是委托给我 然后呢 我们 他一回到北京之后 马上就积过去 不管几点回来 马上就把这个 护持工作再积过去 所以从这个 小小的举动 我们就能看到 他的心有多沉 就是他一家人 都是想着 怎么样做 才能帮助牛泉义 怎么样做 才能扫清 他往生路上的障碍 正是他们因为 这种诚心的 这种护持 所以就感到 福利的加持 那么福利的加持 他就会 托一些梦境 看到一些 这种好的 这种类像 那么又增加了 他们的这种信心 所以刚才 马金斯中在诈也说了 有这几个梦境之后 他信心是大增 他们确实在 这个护持 七七护持当中 进行了广修供养 当时就是 我记得 就是供养英国汉学院 因为我们就是想 就像马金斯中说了 就是想用这种 有限的一些资金 然后怎样把他 这个利益最大化 这样就是 能让这个牛泉义菩萨 以及他的冤亲债主 受到最大的义 所以才能 顺利的往生 西方极乐事件 当时我记得 就是供养英国汉学院 特别难 我们就试了好多次 文师兄试了好多次 去营安好多次 然后呢 过第二天就说 发不出去 发不出去 所以后来 马金斯中找了 他的那个大学同学 找了 还不止一个大学同学 找了好几个 然后终于把这颗路 就是烫出来了 他就说 那个时候我都 我都觉得想 我说 哎呀 这个走不通 那就供养别的吧 但是那个 马金斯就不放弃 不放弃 所以一直就 琢磨这条路径 所以他在 他有这种 欺而不守的这种精神 他以及他女儿的诚心 那个时候好像 他女儿还没有工作吧 他女儿也拿出钱来供养 可见呢 他们一家的这种真诚心 真的 就是这种真诚心 是最最重要的 最最重要的 这是一点 让我很感动 第二点呢 就是刚才就是说了 在一个梦境里面 马金斯中的梦境里面 就是刘全英菩萨 在找这个普贤殿 当时他也是 就把这个梦境就告诉我 当时因为我从来还没去过 没去过寺院 我就不知道这个五台山 我想五台山是 文殊菩萨的道场 我他找普贤殿 我说有没有普贤殿呢 我说不管怎么说 我也就马上找这些书 就认识佛教 这些书来看 我就想不管怎么说 因为那个在 华言经上就说 就是不修普贤行 就不能原成佛道 那么这个梦境 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刘全英菩萨一个 就是他可能在 素氏身中吧 素氏中他可能跟这个 普贤菩萨有缘 包括这个他的学生 在梦境里面也是看到 他是坐在这个 他坐起是大象 是个白象 是个白象 那么同时呢 刘全英菩萨 又是现身给我们展示 因为在这个 咱们跟斯大菩萨 都很比较熟悉 这个地上王菩萨 他是代表着这个孝敬 观音菩萨代表着这个慈悲 这个文殊菩萨是智慧的相声 那么普贤菩萨就是实践的相声 所以告诉我们 要把这个孝敬 慈悲和智慧 运用到这个日常的生活和公主中 这个佛法 不是在嘴上说的 是它是要做出来的 是要落实在行动上的事 所以我们要依教奉行 所以我觉得特别感恩就是 刘全英菩萨 给我们的这种视线 所以他也很有福报 你看本来那个祝念堂 是要到寺庙里面去 给别的同修要祝念的 结果呢 那个还要等四五个小时 但是这个祝念堂 已经集集好了 所以马上就到了这个 这个现场 给这个刘全英菩萨 这个来祝念 那么呢 我就想说呢 就是说 可能我们有好多人 不一定有 刘全英菩萨的 这样一个福报 这样真的 这种因缘是 太难得太难得了 那么我们的 往往我们的这个死亡 是突然的降临的 尤其可能我们 在你想在一些马路上 就出了车祸 这种极端的情况 都会出现的 如果碰到这种极端的情况 出现的时候 对吧 我们并不是在这个家里面 或者也并不是在这种寺庙里面 有这种现场 祝念的这种机缘 那可能我们就要动它 因为我们上次的视频里面 就说 我们祝念的原则 是八字原则 是不哭 不动 开示 和念佛 那么可能在这种 像车祸现场这样 这样类似的 这种极端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 不可能不动 那么 大家这个时候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这个不动 那你这个时候 就要正理下来 要给他马上给王者开示 名师赶紧开示 你就叫着他的名字 你就告诉他说 因为受环境的影响 我们现在 不能在这个现场 给你这个祝念 在这个地方 就地祝念 做不到 所以我们 但是为了更好地帮助你 我们现在要触碰 以及搬动你的身体 你不要那个什么 不要起称恨 你跟我们一起 祈求这个 佛光的铸造 祈求佛念的加持 我们你把心 安住在这句佛号上 我们一起念着佛 给你到一个 找一个更好的 祝念的现场 去给你做这个 非常安详的 安静的 这样一个 如法的一个祝念 就是这样 我的意思就是想提醒大家 碰到极端的情况下 一定要沉着 其实马静师兄 他就做得很好 因为他根本没想到 如果他想到这两天 刘全英菩萨会走的话 他就不会离开北京 对吧 所以他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能很快地镇定下来 马上那个按照 原来所准备的 仅有的一点 伏许的知识 联系 打电话 联系 祝念团找人 所以大家就说 在听别人的 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要学学一些东西 我们一些 要一定要储备一些 受莽生的一些知识 如果这是家属要准备 如果说我们本人 我们本人 可能是我们的毅力所知吧 那我们碰到车祸了 或者我们碰到 什么极端的情况下 那马上就是 就是 越在这种情况下 越要念这个佛 其他的 通通通通发一下 什么都带不走 真的什么都带不走 我们可以看到 对吧 你别说带走一针一线了 就这个身体 你都带不走 所以一切一切放下 就这句佛号 越是难的时候 越是把心 安住在这句佛号上 你要知道 只有阿弥陀佛能救我们 只有阿弥陀佛 大慈父 这个是全身性的靠道 我们才能得到福利的加持 所以这几天 也有师兄 就是跟我私聊的时候 也说 就是家里面人都不信 不虚佛 将来一个人怎么办 那么就是要 通过我们平时的这种 不停的这种念佛 以知诚心的这种念佛 让我们养成一个习惯 碰到这种极端的情况的时候 让我们在临终的时候 能提起这个佛号 就念这句佛号 就这四字鸿鸣 我们就能 我们就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平时的信愿 这种训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只要我们信愿行三支粮 善根福德因缘具足 我们在任何极端的情况下 在任何情况下 佔福利 待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